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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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市场交投淡静 大埔和天水围都有业主 迟货刚扑三年就沽货 有投资者早前卖入纳米楼收租 结果涉让离场 沙田升海堤案首轮买出超过八成 好消息指回再加推 另外,将军奥海恩庄园 今个星期开价,会包括开放式单位 防委会的数据显示 在10月头半个月 弥补地价的二手工具屋买卖得24宗 比上个月同期减少11宗 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梯》 我是梁永辰 我是红佩恒 在周末期间开售的上车盘 抢了市场焦点 令到四大代理陆德的十大屋远成交 继续维持在低水平 只是比上个星期打风期间好一点 楼市的利好消息不多 有心放售单位的业主自然加快沽货 有大部纳米盘的业主 趁着还是少少少,尽快卖楼 天水围也有个案,近乎平手离场 楼价缺乏动力上升 加上大型上车新盘接年推出 四大主要代理 在周末陆德的十大屋远成交 只有四至十一宗 虽然个别的代理行 成交按照增加九宗 但仍然属于低商位数的水平 其中中原的数据显示 十个屋远之中 有多达七个胶头捧蛋 之前楼价升得很快 升到上历史的高位之后 二业首业主真的不肯减价 和发展商不同 因为自己一个单位 不减价令到不是没有人想买 难谈价 转了一手 只要发展商继续加强攻势 二手只有防守的能力 成交量应该不会多 市场上再有业主 后轻微减价九万元 去到三百三十九万沽出单位 成交赤价虽然高见一万八千七百多元 不过由于原业主在2018年 已高达三百四十六万八千元 买入单位收租 持货三年松绑沽货 账面已经亏损七万八千元 单位贬值百分之二 计算两次交易的佣金 和税款等的集费 估计实蝕超过二十万 据了解 虽然这个个案涉样收场 但是同屋苑超过二十个开放释放盘 个别的叫价低见三百二十八万 原业主还未算是最低价沽货 在天水围的上车屋苑江湖山庄 同样又持货三年 额印其满即时离场的个案 虽然是教授欢迎 可以做到高乘数按揭的单位 但罕有感只是未占离场 景湖居二座一个高层三房单位 实用635尺 可以看到开扬的风景 原本开价705万放售 最新在港价之后 减到695万转手 实用车价10900多元 虽然只是轻轻减价 不过已经令到原业主 处于蝕让的边缘 它在2018年9月 以655万买入单位 持货刚刚好三年 账面赚40万 同样计算佣金等集费之后 估计实际只是获利大约3万元 甚至只是平手离场 抢去市场焦点的远空 就是沙田的星海堤岸 周末推出500多个单位 首轮买出超过八成 发展商的消息表示 会再加推刑时 当然市场上的上车盘又不止一个 在康城站附近同样有选择 石角路的海银庄园 这个星期就会开价 会包括开放式单位 星期六大首客时段 最少要买两个单位 仍然吸引大批买家到场 形成人龙 来到星期日 一般散客时段 人龙更加由售楼柱门口 一路排到所在商下的后行 周末期间的新盘市场 焦点全部集中在沙田星海堤岸 项目在陆德超过25000票之下开售 代理消息表示 在周末两天 合共售出465火 占所推出的536火超过八成六 以火数计创今年最多 当中在星期六大首时段 卖出271个单位 有超过五组的买家 分别用尽限额 卖入四个单位 来到星期一 项目仍然持续陆德成交 市存在沽出八火 令累计卖出的单位 增加到473火 占全盘已经超过三成 根据发展商最新公布的 成交记录册 在星期六已经卖出的 271个单位之中 有多达一半是使用建筑期计划 以为放弃部分的折扣优惠 到物业落成才上会 得不够四成 是采用最短成交期的职工计划 鄰近火炭站的沙田上车盘大卖 另一个鄰近康城站的 石角路项目海恩庄园 亦部署短期推出 发展商九件公布 最快今星期公布架单 最少涉及312个单位 将包括细绝康城站一带的开放式 首批将会以开放式和一房为主 上车新盘受到追捧 西九龙为港汇3 亦趁世家推新一张架单 涉及39个单位 包括27个开放式和12个一房单位 面积只有278至331尺 售价最低的是一个开放式单位 位于1B座二楼F室 面积278尺 截实666万 尺价23965元 至于最贵的一伙截实935万 成批的平均资价25900多元 私楼楼价一直高企 有自住需要的买家 唯有通过白居易等方式 转投资作房屋市场 一度令二手工居屋市场 刺热过一段时间 这批买家逐步入市之后 近期的交投又再剩下来 有白居易的买家 趁着市场淡静 就逼业主减价 结果随即就吸引买家争夺单位 施政报告公布之后 资作房屋交投有所放缓 防委会数字显示 未保地价的公居屋二手成交 10月上半个月 暂时录得24宗 较上月同期的35宗 再减少11宗 24宗成交之中 当中有10宗的赤价过万 以港岛的私人参见居屋外蝶湾最贵 一个高层400多尺的单位 以13100多元卖出 新界区以沙田居屋赤价高一点 渔翠圆和感风圆 在10月上半个月的成交赤价 介乎10300多至10700多元 防委会同时收定 9月份全月的交投量 增加到超过270宗 当中天水为天性圆的赤价 首度突破1万元水平 一个426尺的高层单位 以428万卖出 赤价超过1040元 虽然市场气氛转正 但造价仍然高企 个别有人争夺的放盘 买家也愿意缩减价空间 楼宁二十多年的葵冲葵俊院 私座中层三室 实用401尺 现在是两房间隔 仍然维持早年的装修 原本叫价430万 一个白居宜买家因为市场偏净 大幅还价超过一成 去到380万 但业主只肯减价到402万 买家建有其他人抢救之下 提高叫价到400万成交 赤价略低于1万元水平 原业主在1995年底 以大约93万入市 持货期达到26年 账面获利超过300万 单位升值超过三倍 代理补充 因为单位已经过了单保期 只能做到六成按揭 在楼价较为低水的天水围 也一年录得两宗白居宜入市个案 最新的一宗来自新进居屋平印丸 私作一个低层20室 实用447尺 未保地价 原本叫价520万放售 虽然几次减价 去到493万估出单位 但成交赤价仍然达到 1万1千元以上 以原业主2018年的买入价 222万计 持货刚刚好三年 大赚270万 获利幅度超过一倍 楼价近期就连跌三个星期 其中一个分析认为 是因为美国部署收水 令到市场气氛转差 金管局就重申 很难推测楼价表现是怎样的 再提醒市民 利率可能会逐步上升 要留意风险 每一个人去做一个买不买楼的决定 确实是一个长远的 一个个人的投资也好 或者你可能有个负债也好 是真的要第一看你个人需要 以及你那个还款能力 但我很难去推测 楼价究竟是来着怎么走 真是推测不了 大家都会理解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包括公投 究竟你有多少房屋的供应 会走出来 需求其实是一直没有怎样减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有投资专才 在疫情之下 小人留在家里吃饭 有小型超市希望开设分店 主攻年轻人市场 选择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 回来节目时间 疫情之下政府持续实施社交距离限制 包括缩短晚食堂食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都留在家里吃饭 有投资者就看尽这个机会 在一年前开设迷你超市 以干净奇利为卖点 主攻年轻高消费的市场 我们有不同种类 例如新鲜猪肉、新鲜牛肉 蔬菜、水果、急冻食物 还有其他的杂货 例如南北货 各种类都会有 可以给我们的街坊 一个地方可以买齐所有东西 不需要去到外面的街市 卫生环境不太好 或者地方可能比较狹窄 地方又濕 很容易陷害老人家 这个位于码头角的迷你超市品牌 在大约一年前开业 现在在九龙、新界 总共有三间分店 超市主要提供各类的新鲜食材 负责人说 他们眼见疫情期间 市场对于新鲜 急冻食物的需要多了 就在找机会开车小型超市 不过随着疫情缓和 市民外出用膳的机会多了 都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意 因为疫情缓和了 很多人都会出街吃饭 就变相他们在家 在家煮饭相对少一点 生意是确实有影响的 但是我们都会相对比较平稳 不是说下跌得很厉害 譬如月圈 他们的家庭集团 以前是不能出去吃饭 就在家裡煮 然后可能买扒、买鸡 各种东西 他们相对地买的 那个数量会相对地大很多 现在他们可能会出街吃 四个一台 或者是不同区域 可能多坐一些 有商铺投资者就认为 这一类型的食材店 已经开始出现饱和 如果没有竞争优势的话 估计未来一年的生意 将会难以维持 做冬肉骨 在今时今日的市场 以为疫情间很受欢迎 其实是很大很大的错觉 原因就是需求上升 但是供应更加更加多 而香港的街铺 基本上 执转一间餐厅 执转一间零售 开一间冬肉骨 开一间鲜肉骨 开一间鱼装 这种食材店 变成了供应大幅上升 如果疫情每个人都留在家 第三、第四波 那没问题 每个人买东西回家 但最近疫情稍微减退 餐厅开放 人们出街消费 其实整体上 这些街市当口 生意一跌了大約三、四成 如果你自己能够入货 是特别便宜的 做贸易、做批发 竞争又有一个优势 但如果你是靠中间人 去批发那里取货 再做零售 其实坊间有很多冬肉骨 这些新鲜食材在倒闭 但小型超市负责人就认为 他们比起一般的街市 干净、整齐 而且货物相对齐全 都是吸引年轻人 光顺的有因 所以希望再拓展分店 一开始的对象 我们都是重点到年轻人 比如那些年轻人 他们不太喜欢走外面的街市 希望可以吸引到 他们这个年龄组群 会过来 其实老人家 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 去那些旧式街市 希望我们也能多做一些企业 去吸引他们过来 区域没所谓 我们也是看一千多呎的铺位 主要要铺面市井 人流要相对地多一点 最好不要贴近街市 因为不想去街市区域 就变成在那里打仗 大家都斗便宜 没什么意思 店里一定要有来去水、厕所 电力一定要够 你看到我们很多雪柜 各样东西 有商铺投资者就认为 在选择铺位时 应该先选择住宅区的位置 你位置比方便比方便 比方便比方便 就不要那么近街市 因为一近街市 你要斗便宜 人家街市当后 租金是几百元 千多二千元 你的租金是几万元 所以你反而方便别人 在家的楼下 但远离街市的时候 人家方便便进来买 或者你东西比方便便宜 即是你找的货物 可能只有你的品牌 只有来买 人家那些地方找不到 没有直接比较价 你就能够斗便宜 斗便宜 或者比方便宜 你才能赢得到 李根兴又认为 即使一些核心区 只要租金合适 都可以考虑 你选择一些民生 或者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些核心位置 民生的位置有个不好的时候 就是开得太多 跟人竞争了很大 其实看租金的承受比例的时候 大概赢业巴的百分之十到 就是当租金 原来是六万元、十万元 你赢业巴要做到每个月 大概六十万、一百万 才做圍堵 因为食物赚的话 一般的毛利是两、三成 再减少人工 灯油火纳 其实租金大概是一成左右 但如果你去核心区 你的价钱 就立即能够斗高很多 其实你留意一下 即使现在的圆尼斯道、尼敦道 贺市负街 即是比较一线的街道 有很多都是食材的店铺 开始开出来 它买的价钱是绝不便宜的 主力就是打开欧洲的食材 日本的食材的时候 它的价钱可以明显地抹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民生的路线的时候 要比较便宜、比较快 或者比较方便 或者去核心区的位置 你就可以卖一些更漂亮的价钱 你记得单边的 记得是正车楼还是反车楼 反车楼的单边人看不到你 我们先到深水堡看看 铺位位于大埔道 一年多个铺位 面积大约2000尺 铺位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些 门面可以相对地大些 然后人流、车楼各方面都有 所以条件会休息 最重要是曲斜位 曲斜位两边都可以 可以让街坊看到我们的店铺 然后门面真的要够大 门面够大的时候 可以吸引到人流 或者吸引到人物 注视到我们的店铺 李根兴认为这个位置方便 而且人流多、车楼也多 对于生意有正面的帮助 也可以作为广告宣传 深水堡对的地方 就是它前面方便停车 另外它大单边的位置 车楼又刚吃正的车楼 因为大单边之外 你也要看是正车楼还是反车楼 正车楼的时候 不断地有个广告效应 日天天天看 自然的人便会停下车去买东西 而且即使人们不是开车经过 本身那里附近居民的时候 前面有巴士站 都是必经之路 附近有很多街坊 平时去买东西 又比较远离街市 要远去街市 至少要走多15分钟 大概20分钟的路程 然后附近居民的时候 方便买东西 去平价的超级市场 那个位置比较适当 建筑是1200五尺 通常商场建筑面 就是打个五折 差不多打个五折 另外我们再到石门看看 维于京瑞广场里面 建筑面积大约1225尺 月租叫价9万元 这边始终都是入了商场铺里面 始终那个广告效应 是比较差一点 再加上是对正一间食品超市 相对地竞争一定会很大 所以这边反而不太适合 李根兴就认为 区内的消费力强 加上附近的居民多 又多写字楼 算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现在站在京瑞广场里面 最近京瑞广场也有很多单成交 单单成交的尺价 也说是两三万一尺 三四万一尺 或者租值的时候 便宜值也说是一百元 每一尺每个月 原因是因为石门 楼上就是在办公室 还有下面所有的店铺已经卖散了 最近有很多十多二十单成交 单单几千万多成交 原因是因为近石门的港铁站 附近的住宅也好 也好, 商住也好, 办公室、公贸 很多都是… 以及酒店也好 如果是石门港铁站 都会经过这个京瑞广场面 突然拋了很多人来消费 在沙田附近 比较市正的广场的时候 真的有商住物业 要去到哪里 就去到沙田的新城市广场 但新城市广场 是一个发展商握住宅 这里反而卖散了 租户的组合比较特别 但他提醒 商场铺需要的管理费用多 如果租用就需要留意 在商场和街铺最大的分别 就是商场 一, 首先你要付管理费 冷气费 即使你拉闸, 什么都不做 每一尺都要大約四五元 要交管理费 但街铺就一元都不用交 第二, 商场营业时间限制了 第三, 你要看商场 楼上是住宅还是商业 如果楼上是商业 通常一般其他零售 买衣、买库、买精品 它们消费力较高 但如果你买新鲜的冻肉 或者新鲜的食材 楼上是办公室 那些人不会买猪扒上楼上吃 通常买回家吃就多些 所以一般商场 如果楼上是住宅 就适当做一些比较便宜的超市 那他每天都要来光顺 但如果楼上是办公室 办公室通常有些人买的 叫率比较低 而且要看附近 如果附近比较贵的零售 相比你的价钱便便宜 但如果附近竞争对手 都是买便宜的东西 就变成像街市一样 就是斗价 今集先看到这里 政府在今年向市民发放消费券 加上市民留在本港的时间 比以往长 都愿意花钱升级家企的电器 有小型家电零售商 就希望趁机开设更多分店 在选铺位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住宴呢? 记得留意 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